好,大家好 咱们在节课咱们来讲解一下服务发现 前面的话呢 我们都是一个手动配置的一个监控目标 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不适合我们一个大批量去监控节点 特别是我们的一个Combinatus Combinatus是呢 因为去管理节点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Port呢 有的时候就会经常性的会发生 然后去创建新的Port 然后需要回旧的Port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去手动配置 然后监控目标呢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这时候的话呢 就可能需要一个额外的一个方式 来去进行实现 Promise是呢 然后的话 它是通过服务发现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通过哪几种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通过一种三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一个配置 去查询一个API 比如说我们去生成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的话 某一个配置管理工具 进行管理我们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的话呢 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呢 我们让那个Permises呢 然后去加载一下我们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来进行洞材的获取 还有一种就是一个 使用一个定义S记录 这里面看一下 好这里应该 大家看到 然后第一种方法就是一个通过一个文件 那个来进行管理的 就是刚才说的 然后通过一个配置管理工具 然后第二种的方式的话 就是一个通过一个API API的话 现在的话 有亚马逊的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谷歌的 或者是阿里云的 他们应该都提供一个API 我们通过一个API呢 也可以去获取一个 我们的一个机器目标 要监控的一个目标 但是的话 我们在本地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是没有专门的一个API 进行查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只有两种工具 一种就是有一个文件 那个我们去使用一个配一个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 然后去那个 去自动的去生成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这样配置文件 然后 那个让那个Promicers 然后去动态的加载 还有一种就是DNS DNS的话 就是使用一个 DNS的一个动态发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基于文件的一个发现 看一下 然后这些文件的话 你可以使一个 YAM格式的 或者一个接程格式的 我们来先看 然后使用我们一个 YAM格式的一个文件 我们去创建一个 我们要在那个Promicers 然后这一台主机上去创建 看一下 目前的话 我们上节课的话 我们创建的是一个路 一个角色 然后的话 应该是一个规则 不能应该叫角色 我们是一个规则 就是一个我们记录规则 这时候我们去创建 创建一个Tag 创建一个目标 我们下面的话 问两个吧 因为我们将过来 不是有一个NOT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DOK 两个方式 -pb 然后的话我们去修改一下 在一个这个关系这里 我们就把它全部都重新写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监控 我们不用管它 然后是下面下面的话 我们把下面的要进行删除 先是一个NOT的基点 然后的话就是 VDW这里都变成什么 File 然后SD SD就是复发现 复发现的简称 Config 这是基于文件的 然后-Files 指定我们的一个文件在哪里 然后-Tag -Tag -Tag 然后是-NOT是下面 我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NOT的基点的一些文件的话 我们都放到这个目标下面去 然后-信号点-JS 然后那个-定一个发行时间 -Rage 然后-Interval 五分钟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 稍微大一点吧 我们稍微小一点 然后好好看效果 我们稍微一分钟 然后再定一个 -Dock 發sd 然後configure 然後 我們也是另一個files tag it 到個下面的 節省 然後我們也這個 這發新的話我們設置兩分鐘吧 這樣的話看一下效果 這裡面我們設置兩分鐘 然後這是我們定義的兩個目標 這兩個目標的話我們這邊都換成了一個什麼 換成了一個目錄 也換成了一個文件 但是的話呢我們這裡也是使用了一個信號 進行匹配 我們進到這兩個目錄下面去 在tags下面 看到這裡有兩個目錄 我們去定義一下 然後首先是定義我們的一個notes 然後先是兩個 重括號 兩個大括號 然後再定義目標的話 然後都可以把這個 這些配置物件的話呢 放入我們那個版本空這裡面 172 然後是9100 然後的話我們多少個進行隔開 然後 我們這裡是176 175 74 三個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標本動好了 我們這邊我們把它改一下 74 175 176 然後的話我們這裡進行 檢查一下 tags 然後 母175 OK 保存一下 然後的話我們去 Nemo 我們看一下剛才我們 定義的 這個文件的話也是在 嗯 在Doc下面 所以說我們這裡面我們也要 改一下 Doc Demos 在 JSON 然後 我們這裡面應該是少寫了 Doc 好 我們這裡面的話我們進行那個 嗯 輸一下吧 因為那個拷幣的話 那個那個很容易有問題 特別是那個 嗯 一些那個 制服 嗯 然後 Tags 然後是 192.168.20.174-8080 然後的話是175 175 176 都要去掉 然後的話那個後面是 那個 這是一個 然後的話我們後面都要加個標籤 嗯 然後 然後 加個標籤 然後 加個標籤 然後 加個標籤 嗯 好的那個現在的話 已經完成了 我們來去保存一下 保存的話 我們去然後 重新再入一下 配置的 我們來看一下 pn.ux-greep-pro 然後 q-hub 然後是哪一個 嗯 這個是Docle代理 然後的話是上面那個 然後 1474 嗯 1474 嗯 大家看到 然後有錯誤 錯誤的話 看看哪一個 然後還有路徑,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RefreshInto ZeroName 然後Taget Refresh 哦,這裡 這裡還有問題 先記了 RefreshInto 好,我們再去那個 使用我們的工具 先去檢查一遍 嗯,剛剛Config 嗯,現在是Check 嗯,Check,Config 然後ETC Permess 嗯 看到,一個球是發現 三個球是發現 看一下 那另外一個 大家看來應該是沒有 那去檢查一下那個另外兩個文件 這裡顯示的話是沒有包錯 沒有包錯的話我們去 嗯 然後我們去那個 啟動一下我們的進程 看一下 這是Perm 然後是 Kill-hub 然後1174 大家看到還是有一個錯誤 是不是,還有一個錯誤 雖然說這裡面的話什麼那個,呃,沒有發現這個錯誤,還是有個錯誤的 錯誤的話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是,嗯,所以這裡面有那個有問題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然后也再去重新检查一遍这个 然后UTC Tags 然后Dock 再检查一下 哦 这里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这里 把它退出 把它退回去了 应该是这里 哎呀 这个系统虽然混乱了 这是哪来的 哦 这是因为它这个包错信息 因为我们是在后台运行的 然后这个信息老师会弹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嗯 是我们的一个 Permisers 然后因为我们后台运行嘛 它有的时候包错的话 它会直接跳到前台 嗯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也把它 嗯 改一下 ps-grip-prm 我们也把它 我们也把它做成和那个 嗯 和我们的一个NodePort是一样的 你看 这是包错的老师会弹出来 所以说 反正 然后一死 七死 我们把它 把这个也烤过来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把它写出来 嗯 嗯 免得 还会跳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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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measus剛剛config等一個 然後etc 然後的話我們後面改一下 我們錄到下面吧 叫permeas out 好 應該是這樣 這樣的話他應該都不會去跟那個 老師去跟那個干擾了 我們再去編輯一下 編輯一下我們在哪個下面的 這是一個doc上面 多了一個 這邊多後面多了一個 然後 好我們再來試一下 pns aux 然後是pom 然後 嗯 大家看到然後的話這是並沒有 並沒有起來嗎 pom1 沒起來 重新起一下 嗯 大家看到他這裡又退出了 我們看一下他為什麼又退出了 啊 這裡又 啊 mini mini選錯了 那 我們這次再去再來看一下 然後現在是已經起來了 然後的話我們去登陸看一下 然後 然後的話 這個 這個 全部已經起來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配置文件 我們下載上 然後的話大家看一下 然後 嗯 node node 接口 然後這個地址 然後doc 然後這個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然後都已經 現在的話已經可以了 嗯 我們去那個檢查一下他這個 嗯 一些值 來看一下 嗯 隨便找一個 大家看到然後現在的話是不是 嗯 只都都都能獲取到了 嗯 吃飯 看到 好那個 呃關於一個文件的一個發現的話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嗯 好謝謝大家